这个青色的男孩拿出了温度计 把数据认真地记在了笔记本上 然后又看了一眼白板 找出巧克力和各种糖果 递给了旁边的小伙伴 小男孩忍不住问他 男孩理智气壮地告诉他 这是科学的做法 要有对比才知道有没有用 结果他当天晚上就因为吃得太多脱了 小男孩名叫斯特 11岁的他却只有7、8岁的孩子那么高 他曾在输血过程中 因医疗设备的污染感染了艾滋病 尽管这并不是他的错 但还是会被旁人用一样的眼光看待 他只能跟着母亲到处搬家 艾瑞克是他唯一的朋友 一开始艾瑞克还会跟他保持距离 只隔着围栏跟他聊天 但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拥有很多共同爱好的人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一起玩堡垒大战 还偷偷去超市试吃糖果 艾瑞克也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想要找到治疗艾滋病的方法 但是全部都失败了 这天艾瑞克遇到了在学校经常找他麻烦的人 几个人照常想要欺负他 艾瑞克赶紧拿了一块石头防身 并且告诉他们 如果他们现在揍了他 那他们死后的墓碑上一定会被磕伤 曾经欺负过艾滋病人的事 几个男孩听到斯特有艾滋病 赶紧转身离开了 但艾瑞克觉得心有不甘 拿起手中的石头砸向领头的男孩 然后赶紧踩上手推车 从斜坡上冲了下去 由于速度太快了 还差点撞上了一个过马路的老奶奶 还好艾瑞克及时转动了轮子 改变了方向 斯特的母亲很高兴他能交到朋友 便邀请了艾瑞克到家里用餐 艾瑞克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家的感觉了 他只觉得这顿晚餐好吃极了 连甜品都吃得一干二净 看到斯特还剩下一大半的冰淇淋 他想拿过来帮忙吃掉 但他的母亲却说 虽然医生说这是被允许的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不建议跟斯特吃同一个东西 听到这的艾瑞克想安慰他 他说一定会找到治疗办法的 但母亲听后却变得落寞起来 因为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救他的孩子 这个男孩收集了各种植物的叶子 完全不管是否有毒 就将他们煮成水给小男孩喝 看着杯中颜色怪异的水 小男孩选择相信唯一的朋友 忍着恶心将水喝了下去 男孩连忙问他是什么感觉 然后赶紧记录下来 但喝了无数种植物后 除了难喝无比一点用都没有 这天他们从报纸上看到 一个医生在新尔良的河边 发现了可以治疗艾滋病的植物 但政府却否定了他的发现 艾瑞克认为这种传言一定是真的 但他不知道那个植物长什么样子 只知道河边确实有一株 他不认识的植物 他将植物的果实摘了下来 再次煮成水给斯特喝 晚上艾瑞克正在玩手电筒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警车的声音 他赶紧跑下楼 原来是那株植物有毒 斯特的母亲问他到底给斯特吃了什么 他赶忙拿出记录的笔记本 得知自己的儿子跟艾滋病人一起玩 艾瑞克的母亲非常生气 还下令不准他跟斯特再来往 但艾瑞克并没有轻易放弃 他要亲自去到新奥尔良找到那种植物 他叫上了斯特 踏上了前往新奥尔良的治病之旅 他们本来打算顺着河流漂到目的地 但一千多公里的距离 仅靠这个木阀的多久才能到啊 他们只好来到码头 试图搭上前往新奥尔良的顺风船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顺路的 没想到对方狮子大开口 要走了他们身上所有的钱 一路上他们觉得无聊透顶 跑到船舱里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玩具 玩具没有 只翻到了一本全是美女的书 两个男孩就这么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翻着翻着 他们居然从书里翻出了一打现金 艾瑞克本来想站为己有 却被突然上船来的几个美女打断了 船上的人越来越多 也没有了艾瑞克和斯特的容身之处 他们被赶到了岸上搭帐篷 晚上 斯特冷得直发抖 全省都被冷汗湿透了 艾瑞克把自己的衣服和睡袋给了他 还让他抱着自己的鞋入睡 这样他就不会感到害怕了 第二天 船上的人迟迟不肯起床 眼看斯特的药撑不了几天了 艾瑞克偷拿了船员的钱 跟斯特重新找寻前往新奥尔良的路 小男孩用刀划破了自己的手 用自己的血靠近眼前的坏人 坏人看了看自己手臂上的伤口 害怕地连往后退 最后还被小男孩吓得落荒而逃 吓走坏人的斯特看着自己的伤口 突然变得伤心起来 他知道自己的血有毒 可看到别人这么害怕他 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怪物 艾瑞克脱下衣服想帮他包扎 但斯特却拒绝他的靠近 他害怕自己会传染给他 艾瑞克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 他的血只是被病毒入侵了 斯特坚信到了新奥尔良 就会找到救治他的办法 艾瑞克看着难受的斯特开始后悔了 如果他们找不到治疗办法 也许他就会这么死在路上 他们用偷来的钱买了大巴车的车票 下车后看到的却是斯特的母亲 是艾瑞克偷偷给他打了电话 回到家的斯特被送进了医院治疗 艾瑞克就经常来陪他玩 突然斯特的病房呼救灯响起 艾瑞克告诉医生斯特忽然停止呼吸了 等医生给斯特检查的时候 他却突然从病床上坐起来 是他们给医生们玩的恶作剧 医生被气坏了 也口不择言说即使迟早会这样 但也不能随便开玩笑 这让斯特知道了自己会死的事 他问他的主治医生 是不是没有办法挽回了 主治医生告诉他 人们总会相信奇迹 也许斯特就是那个奇迹呢 医生的话安慰到了斯特 他也希望奇迹能够降临在自己身上 他们恶作剧的是屡试不爽 每个被骗到的医生都被吓个半死 直到这天 他们坐在一起看着最爱的电视 斯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 艾瑞克问他准备好骗下一个人了吗 他像之前那样 装出很难过的样子 骗医生说自己的朋友没有呼吸了 医生进去对着斯特检查了一番 就在艾瑞克还在等他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 医生却对赶来的母亲说了声抱歉 斯特还是没能等到他的奇迹 艾瑞克没想到他会这么突然地离开 母亲看着只是像睡着一样的斯特 他并没有流泪 好像早就准备好了这天的到来 他将艾瑞克送回了家 在路上 他看到一个母亲抱着孩子 终于他再也忍不住了 痛苦地哭了起来 斯特的葬礼上 艾瑞克来跟他做最后的告别 等他走了之后 母亲发现斯特的手里抱着艾瑞克的鞋 而他脚上的鞋也不见了一只 艾瑞克拿着他的鞋子放进了河里 让他随着河流去到海角天涯 有些人带你流过漫漫长河 穿越浩瀚苍穹 彼此都不再是一颗黯淡孤星 或许终其一生最终回想起来 发现我们曾拥有一切